大家好,我是金阳 咱们家虎妞是公认的 咱家大家也知道,她是高产母 对不对 这次和白喜搭配了已经有22天了 大家一直在问我,带没带胎 22天,大家看着她这个像带胎吗 这身体 作为一个高产母,这一脚 怎么样,能不能带 这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让我看的话,我看她奶线有变化 带多带少,我估计她肯定得有 对吧 这两天咱大家一直都在说 虎妞你也不让我出来看看 怎么能知道她带胎 来吧,虎妞现场 来来来,过来 过来 你看她就好久没有出来了 家里妈,新闻度太高 一出来之后就这样 嗯 现在是主要是几点呢 一个是奶线 比较明显了 再一个,有的时候 她在食物上面 开始叫唤了 一看见别人吃东西 我一拿盆 她准叫唤 已经感觉到饿了 肯定肚里咬了 再一个,我要是叫她的时候 她就跟你哼哼唧唧的黏人 有点稍微有点那么黏人 三点 过来 来,虎妞 肉眼看的话 反正就是说 不太明显的变化 肚子 是看不出来的 胸腔这一块 比以前大 稍微粗了那么一点 是吧 一脚定乾坤的 你这 那以后只配一脚就行了呗 按理来说 这一脚或者两脚就行了 一脚就成了 主要是那个时间 看有没有正好就行了 如果我们虎妞这次真成的话 这家伙 不愧她这高产母这个称号 让小狗和虎妞玩一会 虎妞的君子 也长这么大了 牛牛 闭嘴 看人家俩玩一会儿 看咱小狗王最近长个那么样 这家的个头子你看看 走 那你来让我看看小狗 比你低多少 你看小狗王那个头 他还不乐意呢 他还 八脚人家急 你这玩意 呀呀呀呀呀 你顶不过你奶 你爸都不是他的最头 哈哈 你看虎妞怀孕 他就不像怀孕的 除非是到50天的时候 他能就是稳当一点 这是隔背儿亲 我说那个谁虎妞对这个小狗王多好 又亲又老又豹的 你看在这 哈哈 呀呀你 他俩的运动量能有一拼 对 虎妞每次出来的时候一直跑到自己 累着趴下来就行 你要是让他在这里边 行了 有个玩具他就来回跑 虎妞过来 虎妞过来 来来来来 一叫就能叫过来现在 走了 小狗王比他买不了的好 狗王炸毛了 看见没 炸毛了 黑了吧 炸毛了 来现在大家伙看了这么半天了 看了我们虎妞 大家说有没有代胎 哈哈 反正他的种种 不是说种种表现吗 他的肚子来说的话 现在没有那么大 刚刚22天 如果要是 后期真的有的话 他的肚子慢慢的会后移的 他比别的狗不一样啊 他的肚子移的时间早 只要有代胎的动向 他就他就往后移 肚子后边肚子比较大一点 你看那个 我怎么看着他奶线的话 也像是代胎了 就期待了 期待我们 一个月以后 再过七八天 再看看他那个 身体的状况 那就就就得在四十天左右 对 十几就是半个月以后 才行呢 哎呀反正就是这个 你看他的兴奋度啊 还是吃神方面啊 就是没啥变化 吃神更猛 狼腾狐猿的 嗯 运动量起来之后也是很高 只要是看见吃的 那家伙就没完了 哈哈 高产种母的封号能不能保留住啊 这如果要是一脚 也生个七八条 你想想我们虎妞 这多少人喜欢呢 哈哈 高产种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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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